楼市享景浩,去年屡旦楼黄的资座房升世受了,近月更陆多宗低价成交,其中游堂游翠远三房失守600万元,尺价险守1万元创四年新低,沙基湾外蝶湾尺价更跌穿1万元。 为三年半以来首见,业界指,居屋业主叫价普遍回落百分之五,为买家观望态度浓厚,尿短期内流价难免进一步调整。 大公报记者林惠芳,居房委会最新公布资料,去年12月全港公屋及居屋第二市场暂陆123宗未保地价成交,比11月全月减少55%,而全年暂陆3617宗,比2020年增加49%,成交量为2002年有纪录以来按年新高。 去年资助房交投量爆升,全因上半年楼市谷底反弹,白居易于去年5月取得准买正后积极入市。 推动去年6月未保价成交标志877宗,为有纪录以来单月新高,在盘元短缺下,资助房当时更连环但流黄。 然而,去年第四季楼市气氛降温,加上市场观望房委会今年首季近9000伙新居屋定价,令叫价进取的二手居屋被冷待。 甚至出现砌价成交,据房委会资料,由翠苑一个实用553方尺的低层单位。 上月仅以570万未保价易手,实尺低建10307元。 为该屋苑2017年11月后尺价新低。 世纪二十一联城董事谢宝钞表示。 上述成交是由翠苑施坐低层两室,彩三房间隔,望内圆景,去年9月以618万元放盘。 11月建设息不对以减至580万元。 最终以570万易手。 若与楼上高一层同失11月份造价605万元比较。 短短一个月急回35万元。 跌幅近5.8%。 同区高进院跌势更明显。 据房委会资料,该屋苑一伙实用426方的中层户。 未保价365万元逆手。 为2017年9月后新低价。 借保超族清。 鄰近的蓝田里安苑D座中层5室。 实用650方尺。 副装修。 刚以670万元未保价逆手。 实尺10308元。 低市价约5%。 市场上现时普遍业主以下调叫价。 减幅约5%。 为准买家仍持观望态度。 即使有意入市。 还价幅度动摘达一成。 令买卖双方陷拉锯。 港岛东指标居屋外跌关疫6低价。 宏志物业客户经理梁智青表示。 单位是三座低层H3房户。 实用592方尺。 望停车长方向。 上月以580万元未保价逆手。 实尺9797元。 撇开空窄及另类成交。 市次为屋苑2018年6月后首次失手1万元尺。 值得留意。 楼上高数层H3。 同样望停车长。 去年7月以635万元卖出。 可见同类单位短短5个月跌价55万元或8.7。 新界居屋价钱随大市向下。 粉领景性院施座低层13室。 实用面积546方尺。 消息指以311万元未保价逆手。 实尺5696元。 为屋苑近两年半尺价最便宜。 感谢观看。